欢迎大家收看《收听徐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2023年9月6日 今天会跟大家讲讲中国新闻 挺有趣的 这星期发生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一起去到最后跟大家讲 可以说我相信我有信心 今集我们的节目是真真正正讲到 习近平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从此你就会知道 他最近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好了 我进入正题之前 我想在这里卖一下告白 有关我的Patreon 老徐最近多加了两个蓝牧的 一个叫做老徐小品 已经有十几篇文章在这里 例如我讲讲的题目 你感觉到的数量挺阔的 谁有资格批评天朝子民 今天刚刚上的一篇文章 还有《全球最失礼的游客》 《有关旅游与行下》 《一个哲学的反思》 还有《你真的没有能力改变社会》 另一篇说《一代宗师的武俠与爱情爱》 中间有些是我的旧文 有些短短的也是我最近写的 好了 我会陆续将一些无论是旧文或新写的文章 就会以老徐小品放在我的Patreon上 欢迎大家上来看 另外 为什么我说欢迎上来看呢? 两件事 第一 我是公共的 这些老徐小品的文章 大家即使不是会员也看到 另外要是会员才看到 就是新闻短评 新闻短评就是 我的操作是这样的 我将一些新闻截取一些简短的内容 然后几句说话说完它 多数以嘲讽为接触的 好了 广告卖完了 希望大家可以参加我的Patreon 就算是不参加的 时不时来看看老徐小品 好 今天就讲中国新闻 但是一件事大家都知道 现在讨论得最热切的是有关什么呢? 就是有关 哎呀 原来我没按那些视频 所以今天可能节奏会慢一点 不好意思 好了 就是有关什么呢? 习近平竟然不出席G20峰会 中国外交部已经确认了 习主席就不会出席 在今星期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现在国际社会热烈讨论的话题就是 习近平为什么不出席呢? 哇 你要知道 G20峰会 是自2008以来 就有一个所谓的首脑会议 就是所有这20国家里面的No.1 就会出来开一个首脑会议 而中国过去一直都不缺席 而即使是到2020年2021年的时候 新冠疫情期间 习近平也是以视像方式出席峰会 但现在不是了 不出席 如今届所以有很多讨论 到底习近平你却钏 euxf 周星辞也rip 也问了 то vous 究竟你却钏了去哪? G20峰会 哦 以一个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精神领袖 又怎样可能会放弃影响世界领袖的机会呢? 大家要知道 G20峰会真的不是开玩笑 这叫什么? 二十大工业国 由哪些国家组成 你能够成为成员 都已经代表你一定的身份地位了 包括了 由七国集团 即是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再加上金砖五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较早前已经开了金砖五国会议 那时候习近平也有去的 还有哪几个国家呢? 七个重要经济体 即是墨西哥、阿根廷、土耳其、沙利亚拉伯、韩国、印度 印尼、澳洲 还有一个成员是什么? 欧盟 我这样讲一讲大家都感受到 我都说不简单的 G20 可以说占了全世界的经济总量 如果这样加起 我想就八成了 你可以说 G20其实因应什么时候呢? 2007到2010年当时出现经济危机 20个集团就从2008年开始召开领导人峰会 商讨应对世界经济的对策 现在肯定也是很需要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经济都差了 中国自己本身经济都差了 竟然在这个时候中国放弃出席会议 影响其他国家的国策 好了 今届中共的第一 就是习近平 首次不出席领导人峰会 于是就有很多猜测 大家过去这两天 都可能听过其他时评人讨论过了 不外乎这几个理由 你听到的 健康有问题 你看他上次去金珠五国峰会的时候 下飞机的时候 布里门山 肥肿不分 所以很可能健康有问题 第二就是 中国里面有政变 这一点稍后会重新一下 习近平不敢离开中国 怕不能回去 第三 上次去金珠五国的时候 骗了我 哎呦 真是少一点心血都不可以 为什么 大家都看到的视频很出名 就是习近平走进去后 他的徐从在后面被人不让进来 然后习近平然后东江西网 糟了 只有我一条路怎么办呢? 又据说习近平有些anti-social的性格 他不太懂得在一群群体中如何行动 其实也相似 一来他英文也不行 所以在金村五角兽害怕 还没害怕完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不妥认 为什么不妥认印度不出席G20呢? 为什么呢? 因为金届在印度召开 所以我不给你面子印度 好了 上述这四个理由 各有什么? 我觉得各有道理 不过我不是很崴子 所以我稍后再说我的看法是如何 在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铃被问到 习近平不出席会议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 没试过 而且G20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组织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划算 大家猜猜毛铃怎么回答呢? 他说四个字 拒绝回答 猜猜了 真是我们说 又要请昇爺出来了 这样也可以? 喂 你这样说不行啊 习近平为什么不出席不回答 哇 你真是 你也说得出口 好像是王子华所说的 喂 你真是 现在今时今日 你可以说 自从精神领袖做了中共的大佬之后 真的已经看到整个国家完全改变了 可以不回答自己的大佬 为什么不出席这么重要的会议 于是大家猜猜 大家想想 有什么不行的呢? 其实刚才说 精神领袖做了大佬之后 其实打破了很多常规 譬如 当叔父没到 过去不是的 就算江泽民 之后胡锦涛 也会有一帮叔父 在北戴河会议 邀请他们开会的 但是 大家都记得这一幕 这一幕可以说 让国际社会哗然 大家都记得了 哇 搬胡锦涛下台 公然地羞辱胡锦涛 当他没到 我相信大家当时和星爺的反应一样 刚才播出了一幕 那也可以 我当时真的这样的反应是这三个字 那也可以 不过精神领袖不出席G20峰会 确实是太过令人意料之外 美国总统拜登还说很失望 于是就有各种传言 其中一个传言就是刚才说过政变 或者叫做政治内控的问题 日经亚洲社论赞稿人 钟泽黑二赞文指出 他说消息人时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今个夏天北戴河会议上 因为国家方向问题遭中共元老门斥责 没用啊 是灰柴 指着他鼻子 灰柴 好了 先讲讲 这个日经亚洲 大家都可能听过了 在日本来说 他也算是一份有份量的报刊 钟泽黑二是什么呢? 钟泽黑二也不算是无名小辈 他是东京的日经新闻高层人员 以及是社论赞稿人 是主笔 他曾经在中国担任了七年的特派记者 后来担任中国分社社长 而且在2014年得过奖 那个奖叫做范恩尚前纪念国际记者奖 就是我们行家当中的一个业界的奖项 所以 为什么我也要特地抽一些时间来讲讲 钟泽黑二他说过什么呢? 如果你说是其他什么 我们不会当是一个严肃的媒体 或者是一些匿名人士 就不值得说了 但是 是日经 还加上这个人 也是我们行家里面的一个资深的人士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中国国内政治出现了动荡迹象 习近平不参加即将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 也因为如此 钟泽黑二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动荡的前哨 似乎在今下北戴河会议就已经浮现 刚才老徐说他打破了常规 好像今次北戴河会议没有请叔父去开会 钟泽黑二怎么说呢? 是 没错 他说今次这群老鬼不是在北戴河会议反映意见 他说这场闭门会议的非正式讨论 从未正式披露 但是今年会议细节就已经开始浮上桌面 就是说他所说的 他在这篇文章里所说的 虽然是一个闭门会议 就是这群老叔虎开的会议 但是 已经陆续浮面了 这些资料 消息人士称 在今年北戴河会议上 一群退休中共元老以前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斥责了习近平 中国经济正以自1970年代末 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见的方式衰退 房地产行业一片混乱 房产龙头恒大集团的困境就是一个例证 另外青年失业率恶化的程度 已经使中国当局今下停止发布数据 此外中国火箭军两名高层将领 遭到整肃解析的消息七月曝光之后 军方陷入骚乱 现在军方很乱 中国外长秦光又因为不明原因而被免职 对于中国外交部的益测仍如波荡漾 到现在人们还在问 外国人在问 Where is 春光? 春光去了哪? 他说这些荡漾 令很多在中国经济崛起期间领导共产党的元老们感到担忧 消息人士透露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中共元老已经召开了他们的秘密会议 总结了他们的意见 之后这些大佬中有几个人潜伏了北戴河 向当前领导人习近平传达他们的共识 据悉中共元老们说不能再乱了 不能这样乱下去了 这群大佬的核心人物就是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自从江泽民死了之后 曾庆红就成为了头面人物 现年84岁的曾庆红在中共党内仍具有影响力 以及拥有广泛的人物 先多谢 慧冲良 多谢你 原来他根据钟泽乞二说 曾庆红仍然有广大的人物 习近平在出乎意料遭到中共元老 严厉批评之后 和他提拔的亲近幕僚就在这儿窩在一起 就在这儿弹腐水了 他说习近平表达了他的不满 就说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他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由前三任流下来的 包括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 他说过去三位领导人流下来的所有问题 现在在我的肩上 过去十年以来我一直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罪责在我 这个像不像习近平呢? 我又觉得这里有点像 那种卸责那些东西 大家听下去 我对于这次问题的分析 其实有些部分我觉得是像的 就是那种卸责 领功与卸责 中国除了经济陷入困境 对外关系也欠佳 钟泽克尔指出 习近平避不参加G20峰会 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掉面子 就是说 钟泽克尔说了两个原因 习近平为什么不出席G20呢? 里面就被叔父夹 外面就觉得 如果我参加这些会议 我怕到时不知道被人 你知道你身在外不是在自己国内 就好像上次在金珠四国 在巴西那里 突然之间 随从被人拒诸门外 他控制不了 所以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理由 似乎合起来 也有一定解释的力度 首先我要讲讲 钟泽克尔 钟泽克尔 你看到他整篇文章 是很多消息人士 所以 所以 钟泽克尔 他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内线 他是一个 既是在中国里面 住过七年的时间 所以他是有一定的内线 所以他今次是主要靠内线的 另外 钟泽克尔的分析是代表了中共派是斗争的一派 就是我们过去看很多这些有关中共的消息 其中的派别就是中共来斗 你可以说钟泽克尔是代表这一派的 好了 老徐怎么看钟泽克尔的说法呢? 由于我都说了 他是有名有姓 又有一定的资历 他说这些分析 都是一间有一定地位的日经亚洲 所以我不能完全排除他的说法 不过 我要承认一件事 就是跟老徐过去一段时间所接触的资讯 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 包括了其实习近平已经掌控了军警系统 包括了那些什么特勤部队 注意注意注意看着那些宿府的警戒人士 那些头都是他的人 所以如果你告诉我 那些宿府仍然有空间 大家坐在一起 你去批评习近平 然后还敢去到习近平面前 指着他被哥说是废柴呢? 这件事我比较不符合我过去所看的资讯 好了 反而现在我自己觉得 有些人说习近平是神隐 有些人说我说他是鬼隐 看你当他是神明的鬼 习近平的鬼隐 其实已经差不多隔一段日子就发生了 我当今次他拒绝出席G20 就是一次的鬼隐 行动 我相信他今次的鬼隐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稍后才解释 为什么我这样猜测 这个鬼隐 可以说是习近平每隔一段日子就会发生的事 你听下去就会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多灾多难 一旦有烂的时候他就鬼隐了 最近台风引发的水灾 习近平又鬼隐了 你看不到他去巡视灾区 不关我事 鬼隐 好了 有些人士 观察人士就提出了 他就说 怎么说呢? 观察人士 过去其实也有分析习近平鬼隐的一些文章 一些观察人士就提出 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 习近平是习惯是鬼隐 他说他作为中国定于一尊的领导 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 由于定于一尊 过去不是江泽民和胡锦涛 不是定于一尊 好了 现在他定于一尊的时候 他有他的风格 我就是什么? 鬼隐 好了 这个现象在中国 似乎也成为一种新常态 如何去认识这种现象 如何去预测这种现象的走向 成为当今中国政治观察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你要明白 习近平是什么人 你从他的鬼隐都会略之一二 习近平的失踪或者叫鬼隐的领导方式 可谓由来已久 你如果真的要推上去 2012年9月中旬 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在他上台前夕突然失踪两个星期 他会误到访的外国领导人的预约 都无预警地取消 中共官方至今没有说明 他当时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两个星期 好了 但是后来就有传出 因为出现了新四人帮的政变 这些事情我不能评论 但是那时习近平已经懂得用失踪 来讨教同一群当时 胡锦涛和温家宝 去讨教还嫁 好了 时隔十年 即是2022年9月中旬 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 参加上海合作峰会 之后回到国家 又鬼忍了十天 导致中国发生政变的传闻又风起云涌 当时又说 那时说他急急回去中国 之后就失踪了十天 一定是政变了 而事实上中共官方至今也没有说明 习近平那十天去了哪里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分析说 自从2012年 习近平登上大位以来 他作为一个领导人 有很多的表现 其中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 在面临涉及民众基本生计 乃至于生命安全的重要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失踪 或者远离现场 这些很多事例 就说在2017年11月底至12月初 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 那时候 习近平对这种驱赶一言不法 他是大谈刺所革命 到了2020年初 COVID-19疫情在中国爆发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宣传 习近平封工伟绩的 习近平的战役日志 显示 从1月7日到1月20日 两个星期 习近平的活动基本上是空白的 OK 好了 到了2021年夏天 郑州发生导致几百人死亡的严重水灾 习近平去了哪? 去了考察西作 2022年4月 人口2600万的上海 为了要防疫实行封城远禁 一个很严厉的封城措施 习近平那时候干什么? 去了海南岛视察 这个政论杂志 北京之春 荣誉主编胡平 对于习近平这种动辄神鬼忍的现象 有这样的分析 他说 从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的低端人物 到郑州发生 咽死几百人源于人祸的水灾 习近平一言不发 就躲得远远 这种做法与他前任 比如江泽民和胡锦涛 截然不同 因为江湖至少是力图到灾害现场去视察民情 展示他们关心民间疾苦 胡平为什么解释这种分别呢? 他说 其实有两种独裁者 一种就是喜欢表现亲民的独裁者 一种就是喜欢表现高高在上的独裁者 而习近平就是后者 这是他的性格使言 他也是其中一种 我喜欢告诉大家 我跟你保持距离 你以为我会来? 我就不来给你看 这个是不是很像吃神? 你估不到我 好了 他说 怎么看到习近平有这个倾向呢? 他说 你看到习近平去到哪里都要封路 原街的窗户都要关闭 习近平出现的地方 那些窗户都要关闭 他说 甚至要派人暂光 他要的就是这一套 他就是要以此宣示 他的威严是不可侵犯的 这方面 老徐是同意胡平的分析 也就是说 习近平是想做一个让人恐惧 并且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独裁者 好了 这里又要派 找达哥出来 去解释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心态呢? 我喜欢 喜欢点就点 这些就能力了 好了 喜欢点就点 这些就是能力了 所以大家明白了 所以 不过这么说 精神领袖每隔一阵就要鬼隐 其实 你可以说 我觉得还有另一个 就是胡平说了一部分的原因 但另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什么呢? 逢亲有一些 叫做和端出来 他就要人 去帮他处理他的苏州市 托市就是他托的 然后就是什么呢? 你帮我处理苏州市 我就说 用达哥的说法就是什么呢? 由其他人紧张地处理他楼下的苏州市 这些就叫做power了 我就把它重生演绎 不过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补充 其实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的随口说 我也说过 习近平的基本性格里面 就是有自卑加自大 底子是自卑 外显就是自大 所以 当问题过了之后 他就会出来领功了 所以大家都很熟悉 看过很多次 老徐也播过很多次 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科学防治 精准实测 大家看不看到? 那时候为什么他扑出来认职呢? 是因为他那时候觉得自己的防疫措施是成功的 所以他就马上扑出来 我一直都是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好了 但当动态清零注定失败之后又如何? 你见不见他出来自己说话? 没有了 又神隐入鬼隐一段时间了 这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就是当有获的时候 他就鬼隐了 当问题过了之后 他就出来领功 不过今次精神领袖似乎打算鬼隐一段颇长时间 因为国内外的环境实在太差太差太差了 估计这个问题会持续一段颇长的时间 为什么老徐说有迹象显示习近平要从国际社会鬼隐一段日子 甚至从国内鬼隐一段日子 大家看看这个新闻 习近平开Facebook group和X group 习近平终于肯翻墙在Facebook和Twitter开group 这个group名字开group 或者叫page也好 我不知道是group还是page 好像是group 他的名字很厉害 Safe Moment 原来中文也叫做学习时代 分明要告诉世界 现在就是我的时代 我习近平的时代 大家都要学我 为什么他要在今天才在西方世界的社交平台开group 原因就是 他有时间都不会再出席国际社会的密封会 所以要维持曝光度 他唯有什么呢? 唯有 既然我也不会再出席这些峰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出席 我还要有曝光 那就开group 我们看看这个Safe Moment 我今天也看过一下 你发觉还是挺不淡笑的 好 分享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先看看Facebook 看看Facebook 又不是说是否假 应该不是 以前是假的 以前有人搞鬼 习近平开过一个Facebook page 说出生日子就是8964 这次应该不是假的 好了 一开张 就有八百多万订阅 有人说有没有这么多 我就觉得这个说法真的错 错得离谱 大哥 你要知道精神领袖是什么 精神领袖是建立人类共同体的 大哥 还有啊 他是万世难得一见的主人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我们过去说很多事情 我们人类文明解释不了的 就是外星人搞的 我觉得 习近平随时是外星人 所以我认为他的外星人同类都应该要关注 如果是这么说 你没有100亿 怎么交代呢? 现在只有那百百多万 好了 另外 滚下去给大家看看 他有什么内容 你知道了 一定不是习近平的东西 就是他的活动 刚才那里看到了 以及一些中国新闻 其实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习近平的风格 跟特朗普很不同 一会儿给大家看习近平的Twitter 我说你跟特朗普的风格很不同 因为 你看看 这些也放进去 这些其实是 发生在中国的活动 小朋友的活动 终于见到精神领袖 拿着球衣 很正确 好了 还有一宗我也觉得挺搞鬼的 好像温情那样 用一些人物的温情小品 这里 一个男人用这种方式遮掩植狗和小朋友 好了 我说 这些根本不是习近平的东西 你为什么拿着习近平呢? 其实是一个中方的官媒 是吧? 我们不如看看她的Twitter 现在Twitter叫X 好了 大家看到 这个Twitter 什么《学习时代》 还有中文在这里 其实也是那些东西 没有什么习近平东西 这个又吹嘘中国火箭升空 你可以说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个人的社交平台 当然了 这个大家都明白的 你要习近平自己 不要说英文不懂 中文字都未必懂得多一个 对吧? 虽然你可以这么说 你以为特朗普这些东西一定是自己写什么 不一定 不一定 不过我自己觉得 很明显 特朗普 他口说 叫别人写 他给了很多指示 所以他的社交媒体 有很多他自己的个人风格 这件事情 很明显跟习近平很不同 不过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看到他的Facebook和Twitter 没有什么接触 他的like数 或者comment comment甚至是个位数 刚才没有刻意给大家看 comment是个位数的 这个反映出一件事情而已 我自己觉得 很可能的comment很多 被他的管理员删除了 我没试过上去留comment 究竟comment你留的时候 会不会立刻显现呢? 还是要经他审核 然后再显现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 不妨给一下面子 畢竟是我们中国国家主席兼精神领袖 你可以去他的Facebook和Twitter打卡 让他知道自己多么受万人景仰 或者留言给他 好了 我说 习近平我相信他会神隐很久 这个说法其实又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有这宗新闻 就说 中国国安部表示 习近平未必会出席 未来11月的APEC APEC会议都说未必会出席 今年的亚太经合会 APEC的峰会 预计11月在旧金山登场 在美国 习近平会不会出席? 现在中国国家安全部 在9月4日发文评论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战略 就说预期美国对中国 是竞争的更肃杀手段 恐怕还没制出 还有时间来的手段 称中方绝对不会因为美国几句漂亮说话放松警惕 要真正实现 从巴里岛到旧金山 即是说你要我去旧金山的话 即是上一次在巴里岛见过 美方是需要显示出他足够的诚意 即是说 在说什么? 即是说 你哄我吧 你想我来见你? 他真的以为拜登很想见他 习近平不出席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的时候 拜登就这么说 他说 Well, I'm very disappointed 但是我也应该会捧得上他的 好了 你认为拜登是不是真的会失望? 我想他笑到 拜登真的笑到抱着肚子 傻子 他说 以后最好在国际社会当中 为什么? 喂 在高峰会里面 这是各国的领袖大家 施展外交的场所 习近平最好是失踪 就算派过李强去 G20也没用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 李强是不能够的 于是没有人会跟李强 谈任何协议和合作 所以我认为拜登真的笑到 晚上也可能拆声 但是现在你看到 中国国家安全部法文 就这么说 其实 你要知道 中国文章 中共的文章是反链巷的 他现在你以为他是强吗? 他是强弱 真正的作用是强弱 你不要捏得我这么准 好吗? 就是叫做 松一下手吧 麻烦你了 好吗?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过精神领袖的精神胜利法 仍然是非常厉害的 我不够你打 我不够你斗 那怎么样? 我用地图 在8月28日 中国就发布了最新版的中国标准地图 相对于旧版 新版标示的中国领土面积 从原来的960万平方公里 一跌 增加到1,045万平方公里 哇 厉害了 中国做了什么? 可以在短短 几年的时间 领土这样扩阔发满 没有 其实没有事情做过 有做过 在南海那些航行 为什么它可以这么厉害呢? 原来 不用打仗 靠地图 我们已经领土可以扩阔了 这我们叫做精神胜利法 原来是这样的 它将人们熟知的9段线 也在台湾东部外围 再增加一段 原本大家听来听去 你听过很多 9段线 不行 现在突然间扩展为10段线 另外 新版地图还将原来的中俄陷阶后 一分为二的黑核子岛 全部纳入中国领土范围 就是说 黑核子岛以前大家是一半的 现在不是 全国都是我的 就是这样 又将中印有争议的藏南和黑塞阴的地区 划为中方领土 又将南海有领海争议的所有海域 纳入中国的领海 于是出现了什么呢? 哇 厉害了 我真的从来没试过一个地图可以引致这么大的争议 于是 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印度、文莱、尼泊尔 这是我看到而已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 都发公告反对中国擅自将领土扩张 中共的反应如何? 中共厉害了 真是死静把口 他说 这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例行性做法 希望有关方面客观冷静看待 不要过分解读 依什么法? 依中国法? 还是依国际法? 依法是依什么法? 其实大家都清楚了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已经早已判定 菲律宾和中国的领海纠纷是菲律宾胜数 所以如果说根据《国际法》 现在中共正在犯法 它的地图正在犯法 好了 黎明说 现在说 遇到心所爱 如何又冷静 不唱了 大家都记得这首歌是什么? 这首歌好像叫做《如果这份情》 遇到心所爱 如何又冷静呢? 现在中共就叫冷静 现在遇到领土争议 如何又冷静呢? 不过还有一件事 它叫别人不要过分解读 这个说法可圈可点了 你地图都画出来了 我们如何过分解读呢? 好了 这个过分解读 我估计它的意思就是 我画出来 我又不是真的认真的 不要这么大反应 好了 但是呢 老实说 中共这种 习近平用这种方式 经常去示威 其实我说过一万次 这个其实是对内的 他这句说话叫你 不要过分解读 其实的意思是 我们给自己各人看而已 不是认真的 对外其实可以说是越来越弱 但是你也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这些不是天才的东西 我们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这个地图什么时候出来的呢? 就是东南亚领导人 在星期二在印尼举行峰会期间 出一个这样的地图出来 于是就让这次东盟峰会的主题 就去了南海的争议 就因为这样去了这里 你说 先说说东盟十国 又包括哪几个国家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文莱、越南、老沃、缅甸、柬埔寨 原本东盟十国也是精神领袖想争取的对象 争取东盟十国 希望可以制约美帝 你知道了 习近平很想拉拢欧盟 拉拢中亚五国 拉拢非洲 拉拢了东盟十国 哇 我成功拉拢了他们之后 我还要看你美帝的头 我不用捺你了 好了 但是这些就是天才的人才做得出来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在争取东盟十国的时候 还要在别人开高峰会前搞这些动作 好了 这个再看看 他不止在东盟十国开会前搞这些事情 还有 大家都知道 最近搞得烘烘的就是有关核废水的问题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 这个回力枪 现在大家都说不是 你的核电厂放些核废水更多 还有 你现在叫别人不要吃日本的鱼生 那些人就开始说 如果真的核废水这么厉害 也影响了你们中国的鱼生 好了 现在有一宗新闻说 共同社在9月5日 昨天获释 围绕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 中国的处理排放核污水 放入海的这件事 日本政府曾经向中国政府建议 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机制 就是邀请中国加入 你就可以监察整件事了 但是中国拒绝了 这个机制是对福岛近海采样的海水中 有关放射性物质的监察结果 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估 好 这个过程当中 日本是不在其中的 它不可以干涉的 但是日本说不如这样吧 中国你加入吧 你监察吧 但是中国拒绝 日中关系消息人士透露此事 再次突显 中方反对处理水排海的强硬姿态 日本寻求基于科学根据的讨论 变得非常困难 好了 这件事又是一种 大家觉不觉得 一种什么人 你会不会联想到什么人呢? 日本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你既然说我们的水放了海之后 产生很大的问题 不如这样吧 我们有一个综合的机构 你就去监察它吧 他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就是不看证据 我就是要一口咬定你 日本缺德 明明是我的核电厂流出的污水 比你十倍又多 我就是说你污染海洋 明明我自己的鱼生 是会吃坏人的 我就是要禁止你的鱼产 现在中共正在做的事就是这样 好了 这种行为叫做什么? 两个字 无乃 这个歌都唱了 你无乃啊 你 无乃的行为又怎么知道这么少呢? 这个有关日本的 我其实不应该叫做核污水 因为现在都说了 这些水已经处理过了 其实已经非常干净 有人说如果不是海水 就能喝 好了 日本福岛核电厂排放处理水 应该叫做处理水 接近了两个星期了 中国大陆流传的假新闻无日无之 继以广东汕头污水厂 假冒福岛核电厂排海之后 有些相片出了 就说你看那些水 黑色的排在海上 后来被人做事实询 就发觉这张照片 其实是污水厂的照片 最近继这个假新闻之后 最近又遏传日本前官员 原田康博 因为饮用福岛水之后患癌身亡 还有 甚至以以故前首相安倍晋三 御食身亡送丸的照片 就道赞成现任首相岸田文雄 因为食用福岛刺身之后 送丸的假消息 美国之音也揭露 中国网上连日流传 日本为了核污染水排海 投入了700亿日元公关费 就是说别人用公关 才能告诉我水很干净的 但是这个报道指 其实这笔700亿日元是什么费用呢? 其实就是日本外务省用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虚假讯息的预算 哎 就是说 本来人家这七八亿真的不用花 就是因为中国这些大量的假讯息 所以日本政府就要撥出七八亿 就要去告诉大家 这些是假讯息 美国之音就追查 就说 有一单新闻 就说 其中一单新闻 假讯息 其实是来自中共央视旗下的自媒体 欲渊谈天的微博 有央视的手影 好了 当然了 大家都记得 除了这些假新闻之外 还有什么 打枝妖电话去日本 这些你可以说 真是 人就有人格 国也有国格 自从精神领袖做了中共大佬之后 整个国家的格 就开始渐渐变了 不要以为我说他衰格 我不是说他衰格 因为衰格 你还是可以了解和沟通的 现在的中国 你可以说是什么呢? 就好像一个人得了精神病一样 所以我经常说 习近平就叫做精神领袖 很多人都听在耳里都说 老徐 你是不是漏了一句字? 好了 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黎明 总而言之 有些事情不用说得这么明白 你可以说 整个国家 好像陷入了一种精神病的状态 一时一样 我刚才说了 你衰格也能沟通 但是 现在整个国家好像陷入了精神病状态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是正常 什么时候是发神经 不过最近你可以说 这个发神经的情况 可以说是比较频密 这又一件事就显示出 你也不知道 究竟习近平是想怎么 好了 不过一会儿我会解释 我真的明白他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一时一样的事情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 外国国家豁免法 现在又说一个叫外国国家豁免法 就确认外国国家和财产在中国 本来享有豁免的基本原则 并且规定了一些例外的情况 这才是重要的 原本这个法律 你看到名字就说 说明是豁免 不是 现在就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明确中国法院是可以就外国国家 非主权行为引发的诉讼 比如涉及商业活动 相关人生伤害和财产损害等争议的诉讼 可以行使管轻权 法院可以行使管轻权 并且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之下 可以对外国国家商业活动财产 采取强制措施 刚才前一句你可以撕掉 并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之下 又是在自己面前的条件 我们不是乱来的 简单来说这宗新闻说什么呢? 现在又在做事 真的好像怕你不死似 现在怕中国的外资走得不够 他说不是 他不是针对外资 他是针对国家商业行为 好了 什么叫做国家商业活动呢? 他说你这个外资 其实贝地里是国家资产的 行不行? 他说就可以了 你知道现在 中共我们香港也非常熟悉 他说你有罪就有罪了 现在这个法例 可以说是计反间谍法 之后又一个法例 刚才说 怕死 上次的反间谍法 已经有新闻了 就说 那些红素绿眼的外资者 已经走了八成了 剩下了一成多而已 现在再下一次 我随时的闭嘴 他说 是在香港的外资 有些例外 可以说 使得那十多%的 红素绿眼外资 都可以说是走得走得不走 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又要邀请昕爷出来 这个我已经搞了昕爷很多次了 没办法 要再来搞他一次 我除了说恭喜之外 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恭喜 恭喜 好了 真是你不知道他搞什么 就是搬石头扎自己的脚 好了 喂 还有一宗新闻 又是 昕爷不再努烦你了 一会儿 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不似预期 我这宗新闻不如先弹出来给大家看看 好了 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疫情之后经济复苏不似预期 刺激更多的中国内地企业 内企希望发展海外市场 但大部分受访内企都希望去到东盟 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成员国发展 去东盟发展 他说比例高于希望到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的比例 而内企选择在香港寻求专业服务 去支援他们走出去的比例 更加在疫情之前大幅上升12% 去到6成2 就是经过香港提供的专业服务 走出去到东盟国家发展 不是一带一路 好了 我真的好奇一问 究竟 现在这种不支持精神领袖的一带一路 可不可以视为不忠 可不可以视为卖主呢? 那些向内企提供这种所谓的润服务 说是专业服务 其实是润服务的香港公司 可不可以视为协助不忠公司的叛集行为呢? 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这么看法的话 应该香港国安公署要做事了 很明显 因为这个行为违反了 一个范围辽阔 可以任意发挥的港区国安法 说到这里 我要开股了 老徐认为 其实我为什么说 她也不可以说是精神病发作的 你怎么解释这种行为呢? 一时一样 好像想这些外资回来 但是同时之间做这么多事情 好像推他们走 其实你只可以说反映出 习近平已经丧失了 可能会停了一停 好了 我要再说一次 其实这个可以反映出 为什么一时一样呢? 就是因为 习近平已经失去驾驭官僚系统的能力 官僚系统做事很简单 他说 你过去下的指示是这样 我做吧 但是 你做也会用脑子去做的 你不是就这样 比如说在东盟开会之前 搞个地图出来 你迟些行不行? 所以 这些就是吃神那一幕叫废柴 你永远只是不过 很好吃 很夸张 很好吃 就被吃神骂 你这么夸张 就分明是假 好了 所以 吃神那一部戏就是说 到最后你怎么能力也好 你是驾驭不了下面的 现在习近平就陷入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会以下这段影片作结的 内容含有一些粗话 如果你是对于语言有潔癖 就请看到这里 就不要看下去了 我就会以此片结束 他愚痘 但是以为自己好吃 他抵掉 但是受万人吹捧 他可以将神赐给人类的常识 化为矛盾 他可以将所有人都得罪干净 但是究竟他是神仙的化身 还是地獄离的使者 无人知 但是可以肯定 每一个人都给他一个称号 精神领袖 好了 好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请大家多点支持我的频道 透过CLASS 也希望大家可以成为我Patreon的会员 每个月3元美金 就有声音党、文字党和资料内容出处 另外还有 一些 比如老徐小品 和新闻短评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